美国10号举行总统选举辩论 月谈天后泰勒斯维夫特在辩论结束之后立即表态 宣布支持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泰勒斯维夫特发文称他观看了当晚举行的总统辩论 并听取了辩论双方 关于国家政策和规划的相关内容 正式宣布将在本届总统选举当中 为哈里斯及其竞选搭档乌尔茨来投票 他表示哈里斯是一位稳健有天赋的领导者 可以为国民争取权益 此外他还将贴文的署名为没有孩子的养猫女 将矛头指向了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 此前他曾经批评民主党多名领袖是没有孩子的养猫女